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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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现在并没有确定 大家之所会这样误会是因为 对 我们先前曾经在健保的监理跟废协 他们两个会曾经开了一个联席会议 那会中有一些委员 他们是觉得说因为二代健保如果刚开始实施 可能在财务的估算方面 因为过去这个补充保险费的部分 过去没有收取的经验 那或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造成这个财务估算 会有一些落差 你说是这个误会 那这样讲 就民众明年元旦上路的时候 这还是不会一定肯定会降到 应该是说因为费率它的行程会有一定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未来应该有健保会 他们会去审议 审议完之后他们会把他们的意见 会让卫生署知道 那卫生署理论上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些资讯 我们会拧定方案报到行政院 所以事实上费率最后的决定 还是必须由行政院来进行 是 可是民众先生就问了 是不是会不会跳票的这问题 我先问一句话 因为当时在立法院 那么卫生署 尤其当时是杨志良 杨署长 在像立委在游说这个二代健保的时候 当时说得很清楚 在试算的时候 他们的健保费率是4.91 那你现在如果说4.91的健保费率要改变 变成5.17 OK 也可以 但是必须提出一个说明 你为什么当时试算的时候 你是4.91 那现在变成5.17 原因在哪里 否则民众会觉得这是变相上架 这是跳票 那么当时推二代健保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那现在有所改变 你当然要说明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明到目前为止 我听到发言人的说法是不够的 所以这都是一个未确定数 可是民众大家觉得 这个就拿来说月薪这个3万块钱 这中间大概可能只有几十块钱那种差别 可是对民众来讲 这不是几十块钱 而是一个态度的这个问题 对 其实事实上我们刚刚讲说 不管是4.91 或者是原来的5.17 我们用我们大概是4万块钱薪水来算 一个月大概是增加31块钱 差不多这个差距 一整年下来三百多块 是不是民众会感觉到你真的是付不起 其实不是 但是 为什么你当初说的跟你现在不一样 那刚刚这个也官员也讲说 这可能是一个误会的问题 但你知不知道今天只要新闻一出来 这个邮局的第一线的员工 他们已经忙说明都来不及了 我今天他特别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在邮局服务 他说我讲到嘴角全部 真的嘴角都是泡泡 他连喝水的时间都来不及 一群人都是来拆单的 那尤其来的都是一些老太太 但是要分好几张 你怎么跟他说明花了很多时间 他就不知道 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在一年前或两年前 比较知道讯息的人 早就已经做了拆单的动作 或者早就已经就把有些东西 就转到保险上面去了 甚至于有一些保险的业者 在去年已经开始他们在卖保单了 我跟你讲那定存已经不划算了 赶快把这东西转到保险上面去了 已经有人有这样的讯息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大做文章 而且大发力士了 可是现在你说这是误会 可是他要说清楚 那是费率 现在是费率的问题 这是两件事情 你现在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现在我们在讲的费率 是每一个月的薪资里头 所要绞交的费率 你现在讲的是明年二代健保上路之后 然后针对2000块钱以外的 这些额外收入再扣两趴 这件事情 所以应该不会改变 那个就是事实 但是这个5.17跟4.91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说 我必须讲卫生署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听来听去 最大的问题就是讲官话 那我刚刚听完了之后 我不知道到底是5.17还是4.91 我觉得你们自己内部要先做一个确定就是 如果我是5.17 我有5.17的说法 如果我要降为4.91 我有4.91的说法 你当然可以有一种说法是说 坦白说二代健保能够补充的保费到底是多少 我们虽然试算了 但是事实上能不能够收得到 现在还是很难说的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所得 其实是有逃避的手法 这个必须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能够抓到多少 没有人有把握 所以可能在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先用5.17不违级健保的财务健全的情况之下 先用5.17 如果说经过了一季之后 我们二代健保的收入能够补充到的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就会协调5.17这样 如果你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性说明 那交代清楚了 可是我必须说 因为其实取发言也是财务学 学这个社会保险的财务这样 一路其实整个健保他都参与那个保费的一个 整个的费率的一个设计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行政部门 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一句话可以用大白话文 讲到让大家听得懂 最重要的是民众的感受的这个问题 民众现在就是搞不清楚 你当初原来说这个承诺 我这个整个的二代一旦开始实施 我就用一个这个可能让大家可以承担的 可是你现在说这个我要等大家 未来看看是什么样的这种情况 所以民众的感受就是给我一个明确的 然后为什么会如此 如果这个不说清楚的话 这所有的一切的这种各种的信任感的崩溃 是会很快速的 对我想这个首先我们要讲这个健保的确是 这个全球台湾的健保是最好的 比方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这个不舒服 那其实只是去看一看医生打个针都没有住院 来的账当就1800块美金 1800块美金啊 对啊 就已经是5万多块钱新台 没错你知道在美国随便看个遍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们的健保的确是值得 这个制度必须要延续 但问题是 苹果84年到98年 健保的医疗支出已经是4.8兆台币 那以这个来看的话 国人平均每个人 一年大概就医15次 那过去两年的话 我们看到每年有33000人看病超过百次 最高的纪录还有一千次 一年都看病 所以我们这个医疗的资源的一个浪会 这个健保是千仓百孔 它必须要透过这个二代健保的补充保会 但问题是 现在这个按照这个卫生署来讲 设算的话呢 它是说一年可以增加了236亿 当然奉行讲得对 它六大项当中 有一些是有一些漏洞的 比如说执行业务所得 那我就跟他讲 开 开2000块以下 尤其这个银行这个存款更是全民 现在全民会购这个菜单 你现在讲的是有漏洞的 这个有漏洞的差别在哪里 我有能力 我可以这个少嚼一点 你笨呢 你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能力呢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 你就认栽了 所以这个问题 让大家产生那个感受是 差别很大的 徐先生 我想确实没有错 就是在整个制度里面 有时候会有一些地方 会让人家会 有时候甚至我觉得它是一种 合理或者合法的一种 避税也好 类似这样的方法 但是基本上我们整个架构上 因为我们未来的补充保险费 是有六大项 各项我们还是希望 尽量力求它的平衡 那我想在这个相关的项目之下 大多数的人 我想还是规影 那我们先把补充保费 是另外一个事情 先把这个费率 对 补充保费是另外一回事 费率先搞清楚 我们来讲的是一般保费的 你从4.91 四算的时候4.91 到现在要调成5.17 讲了半天 还没有把这一个道理 给说出来 让大家了解 一个政策的好坏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政策 跟原来四算是不一样的 你等于跳票了 在民众的感觉 就是变相的涨价了 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个说明呢 到了目前为止 已经快进行了15分钟了 我还不知道说卫生署到底 你卫生署的发言人 你到底怎么说明说一般保费 我先不谈 刚才讲的补充保费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为什么是4.91 会变成5.17 原因何在 给一个说帖 现在还剩下这个三个月的 所以元旦就要开始实施 其实我刚才就要强调 费率是多少 它有一定的程序 那当初4.91它的估算 大概有几个背景 包括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 当时考虑的实施点 当然是比现在来得早 那特别是要早的话 那财务的估算会不一样 另外是当时在考虑 对于医疗支出的时候 是比现在来得少 因为我们以今年来讲好了 因为今年包括现在医疗界 他们会提到就是 能力可能会有缺乏 几大接空 那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的医疗体系 其实需要更多的资源的挹注 那这些因素 其实都会影响到 我们对财务的预估 那4.91确实在当时的死空之下 那是一个估算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 那当然可以有5年 可以维持一个平衡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重新来看的话 当时空条件不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还会维持 一样的一种因素 所以时空的 的确是可能是一个因素 可是重点 这个时空是多久的时间了 这个时空没有超过5年 那另外一个因素 这时空才不过1年多的时间 1年多以前 无论是护士荒 医师荒 整个的治疗不够 那应该都已经是在台面上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在过去的时候 对这块并没有特别的去说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资源去挹注 那也包括说 这两年来 我们的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 我们医院评鉴的要求的标准 其实都有提高 那这些都会造成 我们人力的需求会增加 那当然还是很重要的是说 其实目前废率 我们并没有说 现在一定是5.17 我刚才说的 误会的意思是说 它有一定的程序要走 并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就决定说 我废率就是5.17 就不动 那会不会到4.91 那因为我们还是会去考虑 将来 因为我们未来会有个健保会 那健保会 它是来自各方面的组成代表 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还是希望 听听这各方面的大家的意见 如果大家觉得说 4.91是合理的 然后它所维持的财务 是我们现在能够接受的话 那我想这个意见 这个政府的施政 前后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政府的承诺民众的信任感 如果你当初是怎么说的 现在硬着头皮都必须要往前冲 否则的话要做多大的一个解释 因为只有三个月就要实施 我必须坦白的说 我一向是主张 我们这一代健保 尽可能的 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 多付一点 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会背我们的负债 这是我一向的主张 不管支出面收入面都一样 支出面怎么样能砍 怎么样能够尽量降价 可是这一点我其实 我这边多说一句话就好 就是很多都讲要价黑洞 我在2001年提出要价黑洞的时候 没什么特别的在乎 那个时候说要价黑洞 我们估算大概有600亿 可是坦白说你知道 卫生署这几年砍得要价的黑洞 砍了300亿 但我这样讲数字没错嘛 对不对 但卫生署有真的出来大声的 说过这句话吗 弄得要价现在人心惶惶 所以我会觉得 要价黑洞砍得差不多了 可是他们也没有出来讲这句话 好 我回过头来讲 如果今天财务上面来看的话 非得要维持5.17不可 那我认为卫生署就要尽早出来说 不要再拖 也不要说我的程序上面 我要经过什么 经过什么 有一种说法很简单 我之所以考虑要维持5.17 因为我二代健保的补充费率 能不能够收到这么多 我们真的不确定 所以给我们一季的时间 让我们去试运作 这是一种说法 那这样我觉得全民也能接受 因为它其实维持并不是增加 那第二种情况是说 我会不会调价 我两个月内做决定 或一个月内做决定 给时间表 那你就给我们一个时间表 我们好做一个 好去观察说 你们到底这个决策的过程 对不对 而不是今天告诉我们说 程序上面要经过 A盖章B盖章C盖章D盖章E盖章 然后我们才能做决策 民众已经不耐烦这种效率了 也不耐烦这种沟通方式了 我在乎的是 你今天如果做了决定 你如果真的觉得是对的 拜托你大力的去说服民众 否则的话 我们的全民健保 在民粹的发动之下 一定会拖垮的 这是所谓的消费者的导向 或者人民的导向 就是先把话说清楚 其实刚才这个奉讯小姐 并不是希望这个健保会搞砸了 而是如果在这种情况 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那么民众整个的那个疑点一起来 信任是崩溃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的结局是 最然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健保 可是它就没办法存在 这是整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现在卫生署 曲先生当然是卫生署的一个环 可是整个卫生署 整个政府有没有了解这个可怕性 这个风险已经出现了 对 我来讲一个 就是说 现在给大多数的民众的感受 就是说 卫生署 为了这个二代健保 大概它要的 要到了 我们明年1月1号 二代健保的补充会 就开始上路了 但是呢 承诺要给的 没有给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汇率应该要降 但在降了以后 我多少可以省一点这个健保会 其他的部分 我有能力还去监个差 还去执行业务 我投资股票 鼓励 我也拿来健保会 我觉得这大家就非常的坦然 那现在的情况 不是给民众是这样 我们政府常常就变成这样 你应该给的 不给 但是你要 一直要 一直要 这个是什么政府 我来说一个1$的故事 我记得我早年去东南亚 或者以前我去过埃及 那个小患 都是在讲1$ 我那时候觉得 这个1块钱美金真的还有用途 还有用途 还可以买到东西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已经沦落到 1$的这个情况 你看2,000块的银行的利息 你假如2%也不过40块 40块就是美金 差不多1块多 对不对 现在台湾是倒退 那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但是倒退的时候 为什么民众 哇 这么多人 刚才杨小姐有讲 尤其其实我们也听过 银行 现在大家人满为患 就是要这个 未来几个月 只要卫生室不讲清楚的话 不安抚说 我们那个健保 那个汇率可能会降 我告诉你 真的全民封银行 订存单 把那个拆单 这什么社会 越来越退步了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你要到这个街上去 随便做一个访问 每个人对说 2,000块的这个补充健保 可以接受 可是2,000块钱 这个原本 原本大家想的是 2,000块钱算什么呢 这是2,000块的利息 说几十块 几十块 还真的差别很大 你看一下 你觉得好不合理 不合理 为什么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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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低 中低层 阶层都很苦 税又那么多 健保二代这个存款 要2%不太合理 对你来讲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很大 因为它有健保了嘛 何必要多那个定存2%呢 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不太满意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 你抽这个是用意在哪边 那我们的烟税 你也抽了那么多了 那你钱花到哪边去了 我们了解啊 对 你有你的财源嘛 那老板姓有老板姓的痛苦在哪边嘛 那你要说 你到底帮到哪边去了 这个东西 发生很多次了啊 利息的话 当然是希望说 就是 既然是利息 就应该是我的啊 对啊 那我已经 缴的钱的部分 已经有给 缴那个健保了 那利息又要再扣一次 等于是拨两次啊 你觉得不合理 对 我觉得拨两次皮啊 你能接受吗 呃 不太能接受 我认为不合理 这是什么 因为他这个健保的钱坑很大 如果 用这样扣的话 这个 应该又有另外一套的制度 来弥补 不应该用百姓出息的钱 再扣回去 那等于就 怎么讲 现在那个利率已经很低了 而且你再扣回去 等于就 缴了两次钱 健保扣一次 然后又把人家的利息 又再扣一次 所以我觉得不合理 但如果政府硬要扣 也是没办法 还是会让他扣 这是讲的这个很无奈的事情 很无奈的事情 那么也要台湾民众共同来承担他们的健保 合不合理 除了一个明年元月的二代健保的这个费率 是不是这个能够降低 还是说这个会承诺的跳票 另外就是补充保费 你如果只要有利息两千块钱 利息两千块钱就要来个百分之二 那么导致于银行大批的来拆单 这样的情况 银行的这个作业的负担跟民众的扰民的情况 那么这是不是一个让社会大众能够接受的呢 政策为什么会引起明月 我想今天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代健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般保费 也有补充保费 那一般保费的部分当时是说因为有补充保费 所以一般保费可以降到4.91 好 结果现在感觉好像要跳票了 好 不能在4.91了 可能要上升到5.17 所以一般保费跳票了 好 那补充保费的部分呢 为什么你设算出来利息两千块 就要预扣百分之二的保费 理由何在 为什么是两千 你也没给一个说法啊 好 你今天如果说利息两千 谁 哪一种人 我记得当时杨署长在立法院游说的时候 在对外我还陪着他到外面去说明 他怎么说的 他说二代健保是结合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所以希望有钱的人多小一点 穷的人可以少小一点 言犹在耳啊 那谁是利息拿两千块的人 就是他叫退休的 就是拿退休金可可怜年 存在银行里面 然后一点百分之一点三的利息 然后免两千块的人嘛 结果这些人反而变成你二代健保 补充保费的受害者 这个你当时推二代健保里面的 所谓的社会福利的观念 让有钱人多小一点 求人少小一点 让社会有一种公平的感觉 不是背道而食吗 这是很违背我们的习惯 因为其实我们养成一个很好良好的储蓄习惯 我们从小就交小朋友 这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因为大家都有储蓄的习惯 可是储蓄不应该变成是被惩罚的 其实储蓄的利息 我们在缴综合所得税的时候 已经有缴过利息所得了不是吗 那为什么现在我多了两千块钱 你要再扣我的 你再扣两趴 那现在变成很多人说 好那我大笔的钱不要存进去 即便我的退休金放在这里我要拆单 拆个十四万 十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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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一张一张的来拆 那银行的人也会跟你说明啊 要不然你就这样好了 你就舍弃一点利息好了 是不是你就用那个 纯本取息的方法 你把它分散嘛 你不要一年领利息都超过两千嘛 那你分每个月领 每个月都不超过两千 不超过两千 不超过两千 这样子你就不用再去分这么多单子 那么累死人嘛 累死人啊 那你每个月就在做这件事情啊 那就有人说那邮局 邮局没有这种纯本取息的方法 有 我问了 邮局他们也有分期复习的方法 那分期复习你要小心喔 你是单利算还是复利算 那你不要急着说 我现在赶快喔 要把它分十四万 十四万分开来 可是如果你的定存 期约还没有到 你要提朝解约的话 不好意思 你的手续费要打八折欸 那你会不会觉得 你要省了这笔钱 结果你的利息又在这部分 又再被坑一次 那我觉得我们有良好的储蓄习惯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要补充健保的时候 成为你的补充包 我们应该要被处罚的 我觉得这样不对啊 这鼓励我们存款 好像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啦 那通常这个越简单 民众越了解的 那么他可能实行的越容易 可是如果到最后 你说我好不容易 有些人真的是存了十几万 超过十四万 那么一个月如果还扣他一个 两趴的话 欸 十四万一定是一年 哪一次才会 那么 通常是一年 差个几万 四十块钱嘛 四十块 四十块钱 就是你可能从政府的角度说 四十块钱 非常有限吧 可是真的会很多人有在乎 这就是那个感觉的问题 这个两千块当然是个下限 就是说从两千块开始增弃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利息很高的时候 相对的 你必须真的这个补充保险费也多 那或许大家觉得下限或许应该要再高一点 他过去有这样的建议 那当然我想这些意见 我们还是会在充更的考虑 因为这是一个评估是整体的 就是说他对于整个健保体系 财务整体的这种冲击 我想我们都要做评估 那只是说 两千是我们当初在评估的时候的一个基础 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他还有调整的 评估的是什么基础 就是我们做这个一个财务评的时候 大概用两千去做 这样的一个基础 他还可以收到多少的一个保费 那当然这个每个人可能会有看法 有人认为说还可以再少一点 那当然有认为说他要再多一点 可是我感觉还是觉得 政府你是四十跳软的 民众觉得三十四十没关系 所以你就欺负我们 那你可得罪全部的全民同胞 你不愿意去找一个大户开刀 那就每一个人每个人都要多 所以现在大户它的利息高的时候 它相对所要付出来的补充保费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都是用2%来付 当然 可是现在你说的这个评估 这评估到现在 这个拆单已经成为一个一个潮了 成为一个恐慌性的拆单 其实拆单完以后 真正到底能够省多少还不知道 但是这就是心理上的恐慌 可心理恐慌一旦形成 你就还在这边评估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政府很多的一个决策缺乏一个前瞻 这一次其实这个利息应该在当时在规划六大补充保费的时候 它应该就可以想得到 因为怎么样 你想得到 你这一定会大家会规避 其他有几项它是没办法规避的 比如说这个奖金超过了这个十六个月 这个没办法规避 但是这一看 这个存款这个一定会规避 所以当时的设计就是 这不是永远六项都是用两千块来当下限 它应该比如说一笔总角 所有的银行的这个利息一笔的总角 然后超过了一个零人金的 比如说设定有人提议 两万或者五万都可以 但是这样的话一次扣角的平单就出来 所以当时一定要设计这样子 因为你要了解人性 现在其实这个所有的民众 简单的就是不爽 生活过得不好 你还要我拿了这个 所以不爽 它一定会走这个漏洞 然后我们讲到 这会去拆当是有闲 退休组赢赢 不然跟你赢 拆一个单的话 半小时在银行待半小时 但是好我也可以 一百万可以省到两百多块的一个保费 但是对比较有一点钱的人 他又不是这样做 他钱干脆我就放在国外 国外也有存款 现在人民币存款 利息也有3% 要不然我们这六大项里面 没有那个境外基金 境外基金是不在这个地方 我投资国外也可以 所以你这个设计不周前 没有前瞻的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没钱的老民 他就忙得要死去拆单 有点钱的人 他干脆就给你赌气 我钱就投资海外 我们自己又在做外流 所以相关官员做这种角色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后遗症现在就出来 其实刚刚讲的 所有这个评估都是还没有推出之前 评估完 确定每个这个追踪项目实验都完成 那才推出 可是你推出以后我才评估 现在状况发生了 我们所有的制度都是在我们所得税制最扭曲的情况之下 被迫去因应的 其实所谓的六大类补充保费 它有一个很基本的用意就是 最简单要刻的就是薪资所得 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薪资所得 那薪资所得之外的所得 那为什么这一些不需要缴保费呢 那个基本的想法是来自于此 所以就去设计啦鼓励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在所得税制里头 又有三大类科不到的所得 一个就是证券交易所得 一个就是土地交易所得 然后最后一个叫地下经济 这三个你怎么科都科不到 然后财政部 他拥有这么庞大的国税局的人力 他基本上你现在叫他科 他还是科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健保局他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应该审查支出 设计医疗体系 他哪有人力去收这些钱 他必须依赖的是国税局的人 那我既然没有能力去超越你国税局 去科到这些所得 我只好去设计一些 在所得税制里头有科 但不是薪资所得的 譬如说什么鼓励啦 执行业务所得啦 这些东西才会有这种 补充保费的一个设计 那我同意 我觉得其实现在坦白说 拆单这件事情 还是小户才能做的 你今天他如果是一千万的收入的 一千万的这个本金的人 你叫他怎么去拆 那银行也不能拆 他当然也不能拆 所以他 所以他当然可能产生了一些后遗症 我觉得东西都可以来检讨 因为我们的利息所得 在我们的所得税制里头 它是整个户头里头 总归户完了之后 接着超过27万的部分 才要去科利息所得税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考虑 类似所得税的这种方式 它就不会有这一种 这种猜单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不要造成大家 这个一件事情搞得好像 一条牛剥了这个几次皮 然后搞得这个 完全更加的这种复杂 再回来民众又是另外一个公平性的问题了 就如果这个判刑 这个有罪判刑的这些刑犯 那么都 他们的这个健保费 都是由全民来负担 十几亿的话 民众答不答应 二代健保还另外有一个这个特色 就受刑人可以纳保 那么换句话说呢 这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受刑人将近6.5名的 5万名的这个受刑人的健保 由政府缴纳 那么 现在说全额补助受刑人的保费 每年要11亿 同样的金额 几乎可以补助将近12万名 失业劳工跟眷属的保费 问题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此 所以民众会问这些 虽然这些坐牢的这些刑犯 那么他们有救医权 可是 当然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付 为什么要全民去承担 这个引起大家非常 也是一个相对的这个不满 依照我们的宪法 受刑人当然有救医权 过去受刑人的医疗费用 就是由法务部来负担 那么到底受刑人要不要纳入健保的范畴 那么其实法务部也做过完整的调查 受刑人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收入的 受刑人在监所里面 他是必须要去做工的 下工厂或者到农场 他是有收入的 劳务收入的 那这个收入能不能缴纳 他所应该付的健保费 其实依照调查 基本上是够的 所以那时候最后 法务部才会同意跟 跟卫生署之间协商的结果 才会提出来 一直提出来说 健保 受刑人要纳入健保 然后健保的费用 由受刑人来负担 那么至于不足的部分 由法务部编列预算来补贴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出来啊 是 可是现在二代健保 就是说这些受刑人 由全民来承担 就是将近十亿 民众会问 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付钱 基本上这个二代健保 在修法的时候 当时因为在现行的健保法里面 受刑人是没有参加健保 那二代健保修法的时候 有好几位委员觉得说 应该让受刑人 也能够跟其他人一样 想要有健保 所以就把受刑人纳入健保 那同时 他当然有救抑犬 那同时在修法的那时候 也就把这个 这些人的保费呢 在修法的时候就规定 就是由中央矫正主管机关 比如说法务部 来边运算来负责 那基本的我想道理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受刑人在现况之下 他们本来在监索里面的医疗 就是由政府 由监索来负责 那将来如果转成健保的话 那是由健保来负责他们的医疗的话 那只是把他们现在所要花的医疗费用 转移成健保 应该要有的负担的费用 那就把它转移成保费 所以我想它是一种 应该说世界上各个国家 那基本上监索里面的医疗 都是由政府 这个没有问题 监索的医疗没有问题 可是健保本身是另外一个 全世界你很少看到有人犯 到目前为止 没有几个国家实施健保 说我cover你的监狱里面的复兴人 我先讲一下 重点是有没有因此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我觉得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没有 其实实际上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现在所有的犯人在监索里头 如果有医疗支出谁在付 就法务部在付 那以后呢 这一个健保的保费谁来付 就法务部在付 就本来法务部 我独自去照顾你们的医疗上面的支出 我现在把它转成保费 我交给卫生署 然后由卫生署的重要健保筒头来负责 其实这11亿元的保费的这个支出 实际是法务部的一个支出项目的移转而已 法务部原本是叫做 直接叫做医疗支出 然后我现在改科目 就叫做保费支出 那数字有没有增加 没有增加 那可是因为 我就是 我就是跑新闻跑太久了 当初全民健保在成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讨论过说 受刑人到底要不要纳入健保 那时候法务部反对 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他反对的理由是说 因为他在监索里头是没有自由的 我不可能说我今天生个病 我就去逛医院说 我要去找哪家医院的哪个医生 然后去看病 所以他们丧失了医疗的自由选择权 那如果把他们纳保 因为这个纳保 他们使用医疗健保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是当初法务部的意见 法务部反对的理由是说 对 受刑人不公平 可是现在有一个这个角度就是 如果全台湾每一位公民 那么都必须要去承担他自己的健保 不但是承担他自己 从他的薪资里面 还从各种的补充保费 那么受刑人 为什么不能够自己来负担 你说这个本来就有这个科目的这个预算 但是这个科目的预算 是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的 受刑人基本上 为什么不能自己来承担 那么他自己也 你刚刚讲的在这个尖导里面也有工作的 这本来就是应该他自己承担的应用不是 这会不会有一个后遗症 就是大家觉得说去服刑 其实是一件蛮有福利还挺幸福的事情 我这边提一点 所以大家都要去服刑 那我们的预算制度非常的僵化 就法务部的角度来讲 我左手是有一个作业收入 所以法务部的支出里头 其实本来就已经扣除掉了这个 没错 可是现在的重点就是健保 健保为什么你被判刑的 你是作奸犯科的 然后你可以不需要去付 一般的民众 他必须要从他自己的所得 从自己的所有的补充保费 这是不合道理的 陶哥其实讲得很对 就是说 其实现在所有的民众都会感受到 就是说一个公平性 你既然补充保费 你六大象都还要再拿我的 包括我这个辛辛苦苦 存下来的这个定存的利息 你都要抽 这个受薪人感觉直觉 我们先不要讲 刚才奉行其实讲得很清楚 对所有的纳税人 民众他没有增加这个负担 不必为六万五千名的 这个受薪人健保会 这个是政府的会计科目的 移转的问题 但是直觉上你会觉得不公平 没有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我其实我讲另外一个case 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外的民众 你知道多少人 有十六万人 他停保 这才严重 这停保 对不对 就是说全世界 台湾的健保很好 就不然回来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什么 花了钱 但是你不在国内 对不对 那你在国内也未必有这个缴税 有的已经是 像美国双重国籍 你可能在美国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会给人家感觉 假如说真的大家要来摊开来 来讲的话 既然都已经讲到这个地方 你二代健保 这个部分 不公平的部分 要赶快把它解决 所以整个 整个的卫生署 对 这点我觉得还是要回过头来 就是说 可能基本上我们要来思考说 受薪人他在监署里面 他应该享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 譬如说如果说我们认为说十一住行 这是这个监索 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那如果医疗跟这东西也是一样的话 那其实医疗如果是受薪人的基本权利的话 那今天我们用健保的方式来提供这些受薪人的这个医疗照顾 那由这个整个预政体系来提供健保 其实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这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这在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辩论 那么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大众说 到底我们的民众的意见是什么 这是非常关键性的 就是如果你被判刑了 你凭自己的劳力去赚你该要承担的 否则什么事情 那么这对社会 其他的人来 这个每一个一毛钱都跑不掉的 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这整个健保可能要跟社会大众做更进一步的 再回过头来 基本上我们的健保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是事实 但是必须要跟社会大众讲清楚说明白 再回来更重要的 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整个的台湾薪水 这个每一年都可以有这个加薪的这种机会 可是现在显然是不可能 而且倒退到14年 再回来行政院政务委员 那么马上参加我们的节目 面对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那么说最近要救经济 但是年轻的朋友有没有few了 稍微回来 那么这是我们接下来是台湾目前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怎么样把经济拉起来 那么目前的很多的数字非常的这个不理想 但是你看看如果这个外销的引擎洗掉 内需的引擎也在这个快速下降之中 民众的薪资已经回到了14年以前 那么政府说我们今天推出来了五项的这个旧经济的方案 但是一般的民众来讲 很多的这个经济方案民众搞不清楚 民众要有什么样的few 我们刚好今天在现场为您请到了这个政务委员管中敏先生 欢迎到我们现场来 主持人好 另外还有几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朋友 那么他就从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角度来看看 所谓的政府的五大的抢救经济方案 你们懂或者不懂 你们用自己的角度来看 那么包括我们在现场有这个爱保养 有这个小不典 有瑶瑶 有这个吕维静 吕先生 那么还有这个马凯教授 所以我这点就请先从管政务委员来请教起了 就是昨天包括行政院长这个推出来的说这个五大的这种方案 但是您觉得说这个跟过去这么十几年以来的各种的这个 有什么大的这个不同 那么来自于这个一些这个企业界说 我们再看看啊 那么希望有执行力啊 但是对一般的这个民众几乎是好像非常遥远的 好首先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机会 来向大家谈一下这个政府这次的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那这次经济动能推升方案主要有五个方面 那刚主持人最关心的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和过去 比如说五年十年甚至更早 做的经济这些政策的推动上有什么大的差别 我想这次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次是一个重点其实是放在中长期 当然也兼顾了短期 为什么要特别弄就放在中长期 如果如果允许我稍微把时间整回去一下 比如说台湾现在碰到许多经济问题 包括产业结构的失衡 包括我们出口过渡集中等等 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实际上是累积了非常非常久 那在08-09年那次金融危机引起的 那个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 其实台湾已经尝到苦头 可是那时候却偏偏在那时候 整个世界经济歧视 其实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 用四万亿九十的方式 很快把经济拉起来 它连带的也让附近的周边国家 包括台湾受惠 所以等于说在很短时间之内 台湾并没有像比如说欧洲或美洲国家 一直长期停在谷底 事实上反而我们在09年 010年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有一个经济很大的反弹 事实上在我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进行政院 所以那时候之前之后 我们也都讲过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当大家没有真正去认识 我们经济上碰到的根本问题 然后一下经济好了 我们又忘掉了 就是说在当时的困难的时候 大家立刻想到说 我们要做这做那 希望能够立刻解决眼下的问题 在那个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因为还是没有把力量跟注意力 放到根本上的问题去解决 就一两年之后 当整个因为欧债危机 再引起整个世界经济 再出现这种动荡 甚至走向衰退 这是连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 都能都在衰退的时候 我们原来在三年前四年前看到的问题 今天又全部回来 如果我们今天再走过去的路 就等于说我短暂的 我放一些简单的政策 看起来好像琳琅满目 马上还可以有点受惠的 然后呢 也许很多人心中在想 说明再过半年一年 欧债危机解决了 世界经济问题解决了 我们又回到快乐的日子 问题不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争取解决 这些问题会时不时的继续回来 那我们台湾的根本问题 每一次都会比前一次更恶化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最主要的一大部分 是放在体质或者体制的改变上 希望能够有助于这个经济的 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改变 譬如说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部分 是叫做推动产业多元创新 中间就包括很多人叫它口号 是三页四话 还有包括推动中间企业 但我不好意思一个人占掉所有的时间 但是这中间呢 其实都是关系到产业结构改变 希望能够改变劣势说 我们过去几乎在产销 整个生产链的体系上 几乎都是受制于人 缺少自主性的这个问题 也许我先听听看其他来宾的话 大家也许我可以针对这个再说 所以政务委员刚刚讲的是 包括这个整个行政院 花了这个将近一个多月的这种时间 跟工商界来自于学界各种的回应 那么总瓜的推出来的这样的 是一个所谓结构性的 那么如果它是第一个 它是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在现场 在我右手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你们能不能够了解 什么结构性的政府 可能要中长期的 你们稍后可以谈先想想看 但这里先请教这个马凯教授 这个是不是也针对结构性的 那么如果它真的是 结构性的问题能解决 但是现在所有的结构性的问题都抓到 而且那个执行的所有的方案都开始准备来推动了吗 我担心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呢 谈了很久 但是没有把真正的癥结找出来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 台湾也许太过于这个依赖大陆经济 出口结构太高了 或者呢 台湾产业没有次主性 所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检查产业结构 然后建立新的不同的产业 新的不同的经济体 这个我相信呢 我们大概几十年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想也没有一个人希望台湾的产业呢 集中在某些产业上 或者台湾出口都集中在中国大陆 其实二十年来呢 我们在野党呢 深思历劫就在要求我们做这样的改变 所以我不相信没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 只是二十年来呢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做过 而且二十年看的情况是集中度越来越高 依赖性越来越强 所以今天当然如果在这个行政院领导之下呢 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这二十年的击毙一下 就全部都改变过来 或者不要说一下了 或者两年三年四年改变过来 那当然是好事情 不过呢 问题在于 刚才提到出口集中度太高这个问题呢 其实已经解决了 因为中国大陆事业工厂正在关闭 当它关闭的时候 你想依赖它都依赖不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讨论 我们太过依赖中国大陆 我们要集中度要降低 这个老实说呢 都已经是早就已知过去的老故事了 跟今天这个新环境没有关联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台湾产业已经走到这一步 我们这样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 但中国大陆已经无法依赖了 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长期问题呢 它不是长期问题 一个认为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它已经让台湾的出口快速衰退 而且我认为这个衰退呢 绝对不是九月份就回升 十月份就回升 我认为它就一去不回头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的主要的命脉被切断了 你要用什么方法 赶快把这个命脉接续起来 这个当然是紧急的问题 这怎么可能说 两年之后我们再谈 三年之后我们再改变 不可能的事情 这再回到这个政务委员 就是如果包括这个欧洲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 慢慢的这个有点这个起色 但是中国大陆的世界共产已经是如此 所以真的没有时间在等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 刚刚讲的两个关键 就是当譬如说我们出口衰退 我们产业发生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眼前我立刻可以解决 可是刚刚马教授刚刚也提到 有些东西 你现在就没有办法眼前立刻解决 但是我今天如果不在产业结构上做调整 我们的问题就会永远跟着我们 我就一辈子没有 我们再下来看 我们这个整个台湾产业就没有机会 像譬如说我们的出口的问题 跟我们的产业结构是紧紧的绑在一起 我们做什么东西是跟那个产业链绑在一起 譬如说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跟大陆形成特定的垂直分工的东西 那它自然就形成我们的出口 大量向大陆集中 那这个产业结构如果不加以调整 我就无法改变出口大量集中到大陆 这种依赖的事实 而且我必须要说 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这是现在而且还在持续进行 而且我相信还会持续进行一段时间 我们今天出口集中度 在大陆超过40% 我们每年韩香港出超出口金额 超过800亿美金在这上面 那这么大的金额 我们如果不做产业结构条件 我们永远在抱怨 那这样子我们的问题就不会解决 如果大家看这次的方案中间 如果大家有看中间有一个 事实上过去已经讲了一些 但是这次很希望能够花更多 是希望扩展新兴市场 那新兴市场过去最早 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到东南亚过去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放到更大的其他的地方 就是这种新兴的经济体 甚至包括 印度啊 对 印度 包括穆斯林世界 这都是潜在的新兴市场 而且是高所得 而且是快速发展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可是我们产业的结构上 比如说我永远在生产某些中间材 我就不太可能把这中间材卖到穆斯林世界 我是不是要把很多的重心 改成是生产那些N user用的东西 包括一些消费性的产品 那些就是我们潜在可以发展的对象 我们这样说 因为五大这个项目是非常广泛的 我们稍后就是从 能不能做得到 这是个关键 包括你说 可能要号召民间的各方面的企业 来预注资金有将近一兆 投资在什么公共建设 不是 不是 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 这一兆嘛 这问题这个钱 为什么大家会拿得出来 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所谓法规的这个问题 另外说你欢迎很多台商回来 那么也谈了很久很久的 自由港贸易的这个问题 可是一谈到这个外劳这个松绑 那么这边说 在今天会说 在准备推动 那么老委会还没开始 就已经有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整个的执行 我们稍后就针对这几点来看 讲的可能方向是正确的 可是能不能做得到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般的年轻的朋友 很多的受薪的阶层 那么他们说 你讲到中长城 问题这未来这几年 他们还能不能撑得下去 这时候我们也听 你各位的心事 马上回来